好,之前那一節我們說過定定選舉的目標策略 即是有遺跡宣傳政治理念 亦都有為了贏出選舉 大舊頭,你之後到尾的時候就說 要贏選舉,你首先一定要了解選區 要找你的目標選民,其實怎樣去做? 其實這個困難的 因為每一個候選人本身的背景都不同 同時每一個地區對手的影響力 或者對手的拿票能力 你都未必能夠評估到 所以你在太多不肯定因素情況之下 你要去評估你拿到哪一部份人的支持 是極為困難的 所以一般來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較為長一點的時間 在一個地區那裏 是 所以一般的 或者意圖參選的候選人 我都叫他們一定要掌握地區的地理環境 是 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就見一些人 麻煩你不同時間下去走 可能平時一個時間走得仔細些的 你所有大廈都要走均勻了 你知道有多少棟樓 樓宇是公屋還是私人樓 還是舊樓 究竟社區的樓宇組合是怎樣 有沒有商場 有沒有酒樓 有沒有藥房 有沒有圖書館 有什麼設施 你仔細走一次 所以就去了解一個大概的輪郭 然後你就可能不同時間去走 可能上班時間去走 放工時間去走 買菜時間去走 深夜時間去走 你透過不同時間去走 你就掌握到那個地區 不同時間下有些什麼的情況出現 比如早上可能有很多神魂客 或者有很多老人家在那裡走 或者有些婦女的社群 在那裡做太極或者做健體務 到下午買菜的時候 以什麼類型人去買菜呢 有些人很少下區 會見到很多單身男士去買菜 是啊 不奇怪的 有些舊的社區不奇怪的 單身男士去買菜 其實會反映到什麼呢 可能那裡有很多單親的家庭 單親家庭 尤其是單身男士 而因為某些地區 可能是很多公共屋村 這個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是拿中援的成家 拿中援的時候 有部分家庭是女士打麻將 老公去買菜 是吧 可能是女士找到有工作 可能是男士沒有工作 所以你看到不同時間去看 你看到的情況 比如晚上你會見到很多野青 你會見到很多年青人 在某些地區流連 所以你不同時間掌握到地區的情況 地區的問題 成立一個地區問題 你再看過去的選舉的結果 包括立法院和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民主派和保守派的對碰 那你就會有些少少掌握 究竟情況是怎樣 如果那個人是現任議員的 特別是保皇黨的現任議員 就是他上一次的選票 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就是這個數字來的 然後你就再定定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譬如你定政綱 政綱一般就有地區性的政綱 地區政綱是不單止你的屋苑 包括整個地區 是吧 譬如有些地區很明顯的 譬如你 咦 這個東涌 一定有些人問你三跑的立場 譬如你屯門 當然是涉及到鐵路的發展 是呀 你元朗 當然是問你洪水橋 是呀 即生市鎮規劃 是呀 你每個地區有些特色 你一定有一些的構想 你有些政府的建議你反對還是支持 政府就算沒有建議的 你自己有沒有些具體的建議 譬如屯門 我們開宗明義就說要求建立 荃灣到屯門的鐵路的 還有這條鐵路線 應該要由這個屯門市中心 延至到安定有愛 還有去買這個蝴蝶村的 明白 所以有很多的政策規劃 市民就常需要的交通運輸呀 社區設施呀 還有一些的政策 譬如說這個的中緩要不要加呀 這個最低工資 是不是要三十二元 還是三十六 還是四十 那你有些立場 一定要在一個政綱那裡提及 明白 可以這樣說 其實在地區的政綱裡面 起碼我可以看到有兩個層面 一個可能是真的 是專門是你自己選一個小社區的 一個地區政策 可能你找這些政策 可能是你真的要親身下去接觸那個社區 接觸那個居民 好像剛才你所說 要下去見一下那些人 看看他們 究竟有什麼具體問題 甚至乎你真的要跟那些居民去談 你才會知道一些很細微的地區問題 另一層面就是個大型少少 可能是關乎社區 例如說屯門 元朗 天水圍 可能真的有個就感體宏觀少少 是整個社區的 即是 特別有些空降的朋友 就較為喜歡講一些 就是抽離一點的問題 和原則性一點的問題 多數會講這個政治 講這個講共治港 講核心價值 那你要很小心的就是 當你經常講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些人不會覺得你不屬於我的區 是 你很離地 是 你說這些百分之百對 但是說得來 不是 區議會 不是做這些事情 不是只是做這些事情 是吧 所以你一定要講 譬如你講三次這個民主 三次這個講共治港 怎樣不堪都好 你都要講一次地區問題 是吧 所以候選人特別區議會的選舉 絕對不可以給人一個抽離和離地的感覺 所以你要掌握地區問題 和居民接觸的時候 當然這個透過單張 或者透過你面對面的接觸 透過你公開發言 你一定要給居民感覺到你 你是屬於這個社區的 那當然有些朋友 就是空降 剛剛接下來 什麼都不認識 如果什麼都不認識的話 我就勸你盡快用 剛才我講的方法 是不是 兩天可能行十次 不同時間 都要了解那個地區的性質 或者 我想不單要下去實地考察 甚至乎 可能你都要找多些文件數據去做一些研究 你都要了解社區具體一些資料 可能才能夠幫助你去制定一些 比較適合該區居民的政覺 甚至乎 會不會 可不可以想一件事 就是 往往剛才阿大哥你說 很多人只喊口號 即是說民主理念 就不說地區 大往又有另一個層面 就是有些山兵又怕 說民主理念不行 就只說地區 究竟有沒有一個折衷的方法 可以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呢 這個就回到最基本 你為什麼要去那個區參選四 是吧 譬如你說 因為要怕贏 想贏 不是怕贏 想贏 而可以放棄自己立場的 這個 你便變成一個純地區取向 但是你這麼多時間 你做不到的嘛 是啊 做不到的嘛 做不到的嘛 所以你以為 因為這樣下來 而就是 即是說地區就會贏 是吧 就會贏 但是因為你在地區上的時間這麼短 你說完的人都不相信 是啊 因為可能那個現任議員 人家已經做了一屆兩屆 甚至是三屆 和那個居民 在實際上 對區問題處理 是吧 人家下雨又提這個居民要關窗 天氣冷又提他穿衣 他生日又幫他做生日會 是吧 平時又搞太極包 人家已經照顧到 無微不至 你就跟他講一些 你自己認為 一些地區問題都會接受的 但是你根本對那個社區都不熟悉 是吧 就是你所謂心間細作 不是說你一個月兩個月或者六個月 你就可以在一個地區上 就是不要說跟居民建立關係 你連基本的認知 都可能 難聽一點 是很膚淺 很皮毛的時候 就是你怎樣去說服到 那些人投你一票呢 嗯 那如果 現在陷入兩個極端 一個就是 如果只說民主理念 又好像太過離地 太過梳離 你走去全面去討好地區的群眾 你說地區 你又由於樂區時間不夠 其實群眾也不覺得你說的理論很紮實 那怎樣解決呢 所以是兩條腿走路 是這個政治議題 和全港性的議題 和地區議題 嗯 那你可能是三七分 六四分 或者五五分 但是你一定要有 這個考慮的政治智慧 還有對地區 就是那個情況 那個的判斷 那你作了一個決定的時候 就按這個決定 去宣揚你的政治理念 就是最終結果就是要做一個 有民主理念的地區工作者 這個是我自己認為是 就是所有民主派的候選人 應該是有這樣的思維 和有這樣的信念 如果你說 你連自己民主信念都不夠膽講的 那些人 民主派的選民 為什麼要支持你呢 好 我們下一節繼續